可以说是me too 比如男主他说的痛苦是 我的生活太无聊了 长青腾 长春腾 长青 hello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是三四月读书分享 因为我四月份只读了一本书 但是三月份读了很多书 所以就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第一本书是叫 Alina她是一个剧本 作者是David Mamet 这本书讲的故事 是一个女大学生和她教授 时间的冲突 基本上就是两个角色 都有一定的问题 但是我个人认为 是女生这一方 学生这一方做的太过了 就导致了一个 很不好的结果 它其实是可以说是 me too movement的一个反思 这本剧本其实是二十世纪的产物 所以她放在现在依旧非常有正义 就可以想见当时她所引起的社会 轰动有多大 我们在课上读的时候 直接就有女生说 我觉得这本书不应该被拿出来 因为她对me too movement非常的不利 课后跟教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用那个词我觉得很恰当 她说她同意我说的一些观点 然后她说 I think we're not ready for this kind of story 她用的词是ready 这本书肯定是在有些方面 把角色的人物角色极端化了 但是我依旧觉得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 然后它确实也点醒了我们 在去看me too movement的时候 要抱有一种更批判的眼光 这本书给了4.5分 第二本书是The first man in the moon 作者是George H.G. Wells 我给他打了3.75分 这本书有个很有趣的地方 它是在人类登月以前 发布出来的一本登月小说 它讲述的是两个男人如何创造一个球 一个sphere 然后通过改变气压让自己飞上天空 这本书的想象力非常非常的丰富 语言描写也非常的优美 它其实是很造以前的书了 但是它的文字不会太冗长 这本书我之前看过一些类似的调调的书 比如Franconstein或者是The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它跟地心游击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它的语言更现代化一些 就是它更像是普通人的正常对话 而非像刚才提到的另外两本书里面 那里的人物对话都有点像是放在舞台上表演的那种很长很华丽 而且不真实的对话 这本书他们角色之间会互相打趣互相调侃 这样的语言让这本书变得更有趣了一些 这本书提到了很多有趣的话题 包括殖民主义科技发展 中间有一些部分让我很无所适从 就是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搞清作者对于殖民主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 因为书中有很多我不确定是樊凤还是真的都这么想 它的一些描写大多是在歌颂殖民主义 就让我有点懵逼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作者他遗忘的作品 都是对人类的科技发展包有一种悲观的态度 第三本书是叫The Girl with All the Gifts 我给他打了四分 它其实是一本恐怖小说 惊悚小说也是一本科幻小说 它讲的是僵尸危机爆发很久的一个生存者情节 就Survivor's Story 它的设定是一所监狱 但其实伪装成了一个学校 里面的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们其实是很小的小朋友 但他们其实是半人半僵尸的一种生物 其中有一个女生叫Melanie 她是最聪明的学生 故事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小女孩 跟她最喜欢的老师 跟她最讨厌的老师 和一些surgeon之间的逃生故事 小说后半部分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节奏蛮快的 事情一个接一个的发生 而且都是很让人惊讶的事情 就这么说吧 作者真的对主角下得去很瘦 最后的结局方式是很新颖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烂道的僵尸逃亡题材 它最后的那个选择 我觉得给这本书 把这本书拉上了一个档次 我觉得如果是对僵尸题材 或者是对恐怖惊悚科幻小说感兴趣的人 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第四本书叫Citizen 它是一本诗集 Goodreads就是国外相当于一个豆瓣的软件 给它的评分是4.29分 算是比较高的了 可见这本书在美国人心中是有很高的地位的 但是我实际上跟它打3-3.5分 这本诗集讲的是种族 主要集中在黑人跟白人之间的一些隐性冲突 就是里面的描写并非是暴力的种族歧视 而是一些内在化的 微小很委婉的一些种族歧视 从诗歌的角度 从文学角度来说 这本书是一本很不错的书 但是我的最主要的一个critic 是因为它的名字叫做Citizen 它的简介叫做An American Lyric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讲种族 并且命名为Citizen和American Lyric的话 你这本书只讲了黑人跟白人 就很有问题了 你可以把这本书换一个名字 我可以接受 就是你如果只focus在黑白两个事情之间 但是问题是 American is not black and white It's not only black and white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忽略掉了很大的一个群体 第五本书是在问Demple Matt Rishi 它有很多有趣的关键词 因为讲的其实是两个American born Indians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但他们两个对于美国文化和自己原生文化的选择 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女主是非常想被当作一个美国人来对待 而男主很看重自己的原生文化 这故事大概就是女主的父母 在女主不知情的情况下 跟男主这两家之间有一个联姻 男主知道这件事情 而是男主认同 就是两方的态度 两方家长的态度都是你们去试一试 不行的话我们也不会强迫你们结婚 但是女主并不知道这件事 男主知道这件事 所以当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搞笑尴尬的情景 大概就是讲这两人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了 但这本书的对于印度文化的描写 也是他的一大亮点 这本书还讨论了很多关于家庭 爱情 女权 文化 就是这些东西都有讨论 故事发生在高三毕业的暑假 是一个summer camp 我觉得可能我这个年纪的人读 大家都会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很relatable 尤其是跟家长们的对话 但我并不是很喜欢女主 我觉得她对于女权上面的讨论 当有人跟她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 她会很强势的怼那个人 总让人觉得她对于女权的理解 是一个夫妻的理解 而且她这个角色有一点刻板印象 作为一个女权支持者 她不爱打扮 喜欢计算机科学 从小被人嘲笑 不漂亮 我就觉得不是所有的女权人士 都不需要这样子 就是我可以是一个女权人士 但是我也可以很爱漂亮很爱打扮 第一本书是叫 Everyone's Alien When You're Alien 2 但是它不是alien 是alien本的 可能就是 可能是作者想创造出一个词语吧 反正那就是跟观星人一个意思 我给她打3.75分 然后是一个图画小说 就是那种心情不好的时候 翻一翻很可爱 然后就ok了 就没有其他意义的东西 第七本书叫Feminist Fight Club An Office Arrival Manual for Sexist Workplace 我给她打3.5分 这是一本非常实用的手册 它涵盖的范围很广 给你的是非常实用的小建议 它并不是就概念尽尽讨论 而是实打实的给你一些 当你的 当谁谁谁做了什么什么事 你应该说什么什么 回应什么什么 怎么怎么样 但我觉得这本书一个缺点就是 它直接排除了男性观众 对于女性读者来说 它是一本很好笑的书 而且是一本很有共鸣的书 但是它的语言 它的态度 和它的语调 我觉得是直接把男性观众 排除在外了的 但从它的目的来讲 它是一个功能性很强的书 如果你真的在一个 你觉得不平等的环境下工作 我觉得这本书给你的建议 会是非常有效的 四月份我只读了一本书 这本书它是三部曲的第一部 叫The Magicians 做的是Lev Grossman 它有一部电视剧 国内你能搜 搜名字是能搜得到的 也有评分 但是我不确定正经网站上能不能看到 因为它应该蛮血腥的 这本书给大家打了三分 它前半部分的节奏很奇怪 比如你会印一张 或者是两页之间 你就过完了一整年 但后面的话 我觉得这本书 后面的节奏开始紧凑起来 故事情节也开始跌宕起伏起来 而且它揭露了 这个魔法世界黑暗血腥 不为人知的里面 让这个是其类更加吸引我了吧 因为前半部分的时候 我并没有兴趣去买其他的书 但是当看到最后几张的时候 立刻重压去买了第二部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对Fantasy 还有魔幻啊 这类题材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也有很多人把它比作成人版黑和暗黑版的哈利波特 但是这本书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比如作者对女性胸部的执念 就他对女性胸部的描写就非常的奇怪 而且每一个 基本上每一个女性 要么就在作者面前 有意无意的暴露自己的乳房 要么就是穿着衣服 但是作者 至少那个 男主 依旧可以看到他的曲线 然后并且评价一番 就基本上每一个女角色 站到男主面前 男主都会对他的胸进行一番评价 而且这有个很奇怪情节 是Foxx 背景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去了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教授会把他们 变成各种各样的动物 让他们去就是体验 生物最本能的一些技能 然后有一次呢 他们就被变成了狐狸 然后书里面的描写是这样子 就男主在外面游荡的时候 跟其他男狐狸玩的时候 突然间他闻到了一股 难以抗拒的味道 然后是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 后来他发现 哦 是女主的荷尔蒙 然后男主就冲过去 就看着女主 然后她们就开始做爱了 然后说什么女主躺在我的身下 她什么 她的狐狸的脸庞 她什么狐狸的脸庞 面带娇羞 然后两颊泛红 在我身下 身影 就很奇怪 就整个描写很诡异 就不是很懂 而且这个事情 完成之后 他们被变成人了 被变回人了之后呢 哦 而且他们是public sex 就是公开的 在所有活力面前做爱了 然后他们被变回人之后呢 男主就就说 他到底是不是 还是不是处女呢 我都不知道那一次之后 她还会不会是处女 然后就 就真的很奇怪 而且女主 她原本是一个书呆子的形象 就像赫敏一样 但是他们瞬间在一起了 而在一起之后 女主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性感 然后在床上 就是床上的性感有误之类的 而且 而且你希望每一个女角色 都跟男主有性关系 然后就 哎 这本书 非常的精英主义 他的设定是 只有最聪明的人 才能够看得到 用得到魔法 他的另外一点是说 你不仅要聪明 你还要足够的痛苦 但问题是 只要在书里面 这里面的所有角色 所谓的痛苦 比如男主他所谓的痛苦是 我们生活太无聊了 这男主是一个 能让耶鲁哈佛 长青藤 长春藤 长青 Avy Lake的人 他父母也是 至少是 middle class 其他的人 基本上 女主是他的弟弟死掉 但是 这个 确实是一个 比较悲伤的事情 但很多人 所谓的痛苦 都有点像是 rich people's problem 可能是我 我只看到第一本了 可能到后面之后 有揭示其他主人公 悲惨的绅士之类 但是 就目前觉得 我觉得这本书的概念很奇怪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